这是我最新优化设计的超音速推进号阳控模型 把前一台车的全部问题进行了优化 轮子也全部加装了轴沉和避震 改成了前轮转向 也有一些最新的设计 垂尾加装了一个气动垛面 就是面积比较小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屏尾也设计了安装脚 用来增加高速行驶下的下压力 车身部分把尾巴缩短了一点 车头夹缠了一点 现在看起来会更协调了 动力系统本来也升级一下反推刹车的 但是测试的时候冒烟了 所以说反推就无了 就是这样 操了 第二个了 现在开启了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陀螺仪 看这个前轮 它会自动揪偏 类似于飞机的真稳飞控 这一次肯定就不会再赚钱了 现在这个转向灵敏度就很低了 右转 打满 可以 没有问题 冲下电 然后等会我们就可以去测试了 好 抓电池 现在这个车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前轮避震太软了 装电池它就到底 这样的话前轮就没避震了 压下去还是起不来 但是跑起来之后有下压力 这说明你可以翘起来 来吧 跑一下 来一下 哇 差可以 没法演示了 现在有个问题 快是好快 来一个大油门的 大油 停 这少说五六十码呀 再跑着都看不见了 就三秒钟全油 就跑这么远 跑了两圈 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哪里有磨损什么的 有点蹭地哦 这里有点蹭地 哎呀 咦 这里有一点 应该是沙子什么之类的 我说是小石头 给你们看这轮胎的顺滑程度 之前一直讲没轴承 现在都没法刹车了 后面也是 不但停着 这个轮带的红色是打印的材料 TPU材料 它这贴地特别近了 压下去贴地应该就五毫米 或者一厘米 看一下 五毫米一厘米都不到 只要有个小石头就会刮到 好 好 现在我们拿手机试一下测速 然后盖上 车又更重了一点 又更难刹车了 左转 来 全油 哇 炸 哎呀 有点磕坏了 这里 应该转到石头了 太矮了 一点石头就会磕到 山痕的越来越多了 太矮了 全是前面这个山痕 走回来看速度 看速度 激动能性的时刻 101 牛逼 最高速度101 我只要油门赶你 能站多少 我这直接告诉我可以上 200应该上不了 150应该是可以的 150说不定可以 这个 车没有多少风阻 这里不敢加拉 后面换到了一条更残的路上 就是第一辆车转强的地方 从什么地方跌倒 就是从什么地方爬起来 我以为马上就可以突破120公里每小时了 在地面滑跑 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寒道扇液吸到了地面的石头 两边的扇液全部崩碎 扇液震动 导致车体再次转强 转这一下我头都是大的 还好损伤不是特别严重 回工作室把寒道风扇进行的更换 重新打印过的进气口和车头 为了防止再次吸入石头 还加装了隔离碗 进气效率肯定是要下降很多 没办法呀 不加肯定还会爆三叶 来换块新电池75C格式的6S电池 这应该算是我最好的一块了 路屏开启 手机装上 盖上 冲击一秒 走 好 走 你这手机飞出来了 盖有多少 盖有多少 120 盖 盖好 120 来 我拿撬头了 应该是这个效压力太大了 我之前设计的时候就想 它这个尾翼距离这个主轮太远了 一压 它下压力有的话一压 它会撬头 刚就这样一压它撬头了 目标达成 虽然说这个跳头之后翻了 暴走 目标是达到了 但是车体质后也是损坏了 现在这个车就三个问题 取消下压尾翼 更换更硬的避震 再升级一个反推 这个车就很完美了 我觉得突破150公里每小时 都是有希望的 你能想象吗 一个遥控车 比高速山的汽车都更快 我还有想法 把现在的寒道风扇 更换成涡轮喷气发动机 试一下涡轮喷气遥控车 你们想不想看 紧占过10万 我就给你们安排一个 好了 以上就是本系什么穷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能够点关注 我是物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